欢迎收听胎绿游乐园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会成长的 那我们这张专辑其实想要表达的是 我们从发的第一张专辑之后 其实并没有太好 道德军语讲之前 那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自我怀疑 跟内心有所谓的那种 不敢说出来的阴暗面 可能就是我们很自卑啊 什么之类的那些东西 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很好 觉得很自卑的话 就去看一下廖文强的脸 就会好一点 廖文强不是我说的 是永鑫哥说的哦 你要找他算账哦 他有唱自卑不是吗 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啊 对对我 我会觉得想到最好 听歌听歌好说 对说 说哦 开专辉强了 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 我都能认为什么不出现 哦 讨厌这个下雨天 这样的心情是过敏 穿起了外套 冰箱里没了饮料 窗外熟悉的味道 不妙好像有点感冒 锁索尽被窝里 忽略余下的记忆 本题还是 大哥不提 啊 就这天气真不讨喜 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 我都能认为什么不出现 哦 讨厌这个下雨天 这样的心情是过敏远 看他们乘散走过下雨天 脸上的笑容是完全相对 哦 对自己耍了一天 我决定今天要做个烂人 我真的真的讨厌下雨天 哦 像以前我们做的live calling 节目跟听众 回半天 回不掉 讲不通 我点一首歌给你听 你就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了 有点像这个意思 有点像这样子的概念 对有时候就是语言不能音乐可以 对对 很妙很妙 但是我觉得好像 像這我覺得很好玩啦 我好喜歡這樣子的 是我們不如現在就來聽這個 好的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